马斯主场驾驶116比123不顶猛龙,遭到22分大逆转。 维克托文班亚马16投7中得到20分9个篮板,4次助攻,一次抢断,5次封盖。 凯尔登约翰逊26分6个篮板,3次助攻,2次抢断。 扎克克林斯21分11个篮板,5次助攻,布兰汉姆9投8中得到16分6个篮板。 特莱琼斯6分6次助攻,麦克德莫特12分。 斯科顶巴安斯30分11个篮板,6次助攻,3次抢断,3次封盖。 施罗得24分6次助攻,2次抢断。 阿努诺比24分7个篮板,4次助攻,西亚卡姆是2投2中得到8分5篮板,5助攻。 波尔特尔10投8中得到16分10个篮板,3次抢断。 特伦特10分,少杰文班亚马在杰末打4分。 突破扣篮,帮助马斯26比22领先。 第二节凯尔登、约翰逊、麦克德莫特、扎克克林斯、布兰汉姆等人集体发位。 马斯打出20比5的高潮领先到19分。 猛龙在足足9分中只得到5分。 杰末阿努诺比连中3分。 对面文班亚马,克林斯回敬两级远头。 凯尔登、约翰逊、空窃扣篮。 马斯最多领先22分。 半场54比35领先。 第三节布尔特尔开场连进4球。 巴恩斯命中3分。 猛龙缩小分差。 克林斯三次篮下得分。 马斯再次领先20分。 施罗得四次突破的手。 巴恩斯本节也得到8分。 猛龙三节战霸追到71比86。 第四节巴恩斯大爆发单节得到17分。 特伦特、波特、阿努诺比也命中3分。 最后一秒,阿努诺比布兰追到110平。 比赛进入加时赛。 常规时间九投一中的西亚卡姆终于投进3分。 波尔特尔布兰,阿努诺比也投进3分。 而马斯只靠完班要马两季中投得分。 最终遭到逆转。